我在总督府做了26年厨师 服务了六任奥督 之前我在金房酒店学厨 大约做了大半年 知道奥督府邀请了一个厨师 认证他本人给马戒优煮 煮到他就试过对吃 他就会请你 奥督大多数都不错 服务得最久就是伟奇立将军 1974年已经是服务了伟奇立将军 最好最友善就是 一个奥督是Bintu Masato 他就是医学教授 煮到什么他就对吃 最要求高就是高斯达 你砌碟都要漂亮 之前高斯达他平时要几点几两点回来 有一天他十二点回来 带着一群客人回来 我还没回到去 他就立即找管家找我 那时候用招呼机的 他说你这么晚还没上班 15分钟你要出到的菜 出不到菜你就回家 那时候真的很惊讶 很惊讶 最后都是迟了些给他 但是他都没事 他不真能叫我回家吗 因为做厨房呢 逢是假期呢 我们很多东西做 是很辛苦 因为他就叫了客人回来游泳 聊天啊 我想转做司机的 因为司机当时呢 就有一些无限中的OT 自己静静地下去写字楼 叫那些员工 打字员帮我日子转位 谁知道呢 大约四五日后呢 奥督夫人就知道了 他说你是不是不想在我那里做啊 我说不是啊 就是很突然啊 他就问我 怎么说 我无端端说我不想在那里做呢 你不是 为什么你专做司机呢 那时候自己很害怕 为什么知道我做司机呢 他说你一切呢 就继续在那里做 一切呢就不要做 他后期呢 都跟司机一样 收费无限中 回归那天呢 我做到回归那天退休啦 奥仆文化呢 蒲文啦 甚至是一些文化都 一直谈了 没有以前那么好 现在呢 跟奥督的关系都好的 一直保持都好 奥督夫人都好 最后一任奥督啦 他每一年来澳门呢 他多数都会来探讨我的 我们现在呢 就开始煮那个 咸虾酸子炆排骨 用红酒 柠檬汁 蒜蓉 就腌了它先 就用橄榄油 爆点蒜头 接着红葱头 爆到它金黄色 就开始下洋葱 下洋葱就爆到它金黄色 那就可以扔一只泰椒 就要起一股香味 爆一阵呢 就可以倒些排骨下去爆了 差不多有两成熟了 就可以落水 炆大约一个小时的排骨 我们就可以倒薯仔 倒薯仔的时候呢 就要落片糖 落片糖和薯仔 大约20分钟 那些薯仔就熟了 就够了入味 就够了腍了 那咸虾酸子排骨 现在就完成了 我现在做的是薯仔蛋糕 首先呢 就是将薯仔煮熟 接着剁皮 用手机搅拌 搅拌一边树肉 就可以做薯仔蛋糕了 我们现在呢 落牛油和糖 就打了它 打到它变白色 落其他材料 鸡蛋 落网就落十只 全蛋就落两只 年奶 椰汁 等它打均匀 就可以落树蓉 我们才慢慢落面粉 面粉拌均匀 就可以上兜焗的 焗的时间就是四十五分钟 用中火焗 这样就有得吃了 水分继续 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